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为了呼应世界卫生组织倡议 要提升长者强化激励耐力与平衡力 国民健康署就规划了288处的据点 持续结合在地的资源 强化全国社区的服务量能 甘蔗专业运动指导员的五物 让长辈动起来训练激励 延欢老化及小症 好处多多 国民健康署办理影法健身俱乐部计划 规划在全台部件据点 让长者究竟享有运动据点的便利性 增加长者的活动量与社交能力 为自己的健康加分 我想这几年大家应该很清楚 当然因为老人化的问题 到了今年的一页份 我们统计上来讲 人口已经高达 相近431万左右的65岁的长者 所以已经高达18点不可振 大家都说2025可以回答到百分之20 每五个就有一个长者 可见我们对长者的一些照顾就非常的重要 希望长者如果能够身体的健康 我们年轻的一辈就可以毫无获子之忧 所以政府在这边的投入 我想从8年前 从大概预算到50亿 到现在已经突破八百亿的预算 所以为了照顾长者 我想政府都付予一律 那共产党组为了希望大家 从过去的一些观念 我们都是有问题 身体有问题 就去做医生看病 我想说我们要去看病 就去身体都卖起来 就来去看病 我们都提问说我们不要看病 身体健康更重要 所以你要让我们不要看病 所以要以后看病 所以一定要做一些健康营养 所以我们在这里 有这个色系营养推广 希望大家能够吃得健康 他吃得营养 那么我们也希望能够一往年软 所以我们也都不用帮忙 一往年软的私人的课程 另外的话 我们也接着引往健身基督部 那这个希望说我们长者 能够到社区里面来运动 那这里面我们必须 谢谢这个指导员的带动 他不但带大家运动 还要顾到这个安全 来运动要过旋转 那时候我们睡觉 没有运动就怕什么 怕跌倒了 我们其实长者最怕他跌倒 跌倒就是因为可能下肢无力 或者平民不好 或者营养不良等等 都有可能造成跌倒 那他跌倒以后呢 让他跌倒了 心配的美好 跌倒了一切 这个原来本来是好好的 这么一摔可能造化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会带给很多问题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为了我们带给一个软件 就是基督部这个部分 我们当初设定 希望四年能够固件 全国有288个号 今天呢我就用这样的方式 来跟大家这个说明一下 营法健身俱乐部啊 刚刚其实我们说 已经讲了一部分 我就快速的带过 我想这个国发会最新的数据 2025年 我们这部就有一位是好人 这个部分 大家都非常的清楚 那在过去几几天 我们其实发了一个 叫做18到20 所以就成员的一个酒座 我们看到大概有6到7层以上的 这个层面都是做的不动 那我们老人家呢 因为现在已经退休之后呢 到社区回到家里面 到底有没有在运动呢 可能有 但是大家的观念 相信会觉得 我们做家事也是一种劳动 可是呢 如果我们根据WHO的标准来看 会看到说 这个MET的MIX 指的是一个代谢胆量 那代谢胆量 一般我们都是在乘以4 也就是所谓的实际上 它的这个每个礼拜的中等强度 1等于4个MIX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我们根据我们健康署 在106年 就是放进去 有关于像代谢胆量的调查 我们可以发现多数的这些 我们的长者 营法的长者 大概65岁以上 这个没有达到每一钟 要600分钟 这样子的一个标准 我们可以看到大概达到6成 这个刚刚我刚提到 5成 因为大概9度也是6到7个小时 然后这个身体不活动力 大概也都是达到5成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随着年纪的增加 似乎有一点点往上的趋势 那第二个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 那到底 运动跟不运动的差异在哪里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如果有运动的话 在心理健康 认知 就是睡眠还有预防跌倒 还有刚刚说 参加后的回馈 9成以上的长辈 自觉精神及激励 有明显正向的改善 我来这边 来这边那么久的时候 之前呢 因为我脚没有力 说一下脚 那个脚势麻烦 现在我运动那么久的时候 我觉得我脚势麻烦 被使用了 而且我的脚步 脚很有力 那个很清明 而且那个 觉得皮带变得很好 精神也好 因为我觉得说 预防生意治疗 预防生意治疗 早运动 这样子 而且我会去找 这个附近的亲朋好友 一起来参与 原本真的是 运动身体好 而你没办到 对 我是因为 以前有参加其他的一些活动 就是这个资讯来源 知道之后 查完内容 迅速报复 迅速 因为我们那里的惯例 都表示 因为在上课中 我们会受到很多的 我不知道是常在知识 譬如我们运动都知道 有些大肌肉 二头肌三股 尤其是 可是有些小肌肉 我们真的不知道 只有在专业的老师 代理一下 我们足够足够提个小肌肉 讲一个很神奇的事 我们有一个学员同学 有个理系状基因 不知道哪有经过 大家中老年就想着 很难复原 可是我们同学在坚持下 不知道一个面 复原那OK了 这是上课中 你可以请小几位 联系小新的 奇迹的时候 大姐站过来 七十岁 老人 谢谢 不是我 银法健身俱乐部 透过运动指导员 分享教学历程外 并提供专业协助 让长辈建立可达成的 运动目标 在运动的过程中 长辈们互相鼓励 与闲话家常 也能提升长者的身心灵健康 善用俱乐部的资源 迎向高龄长者的健康生活 为了使民众或第一线的工作人员 对精神疾病有更多的了解 台北市卫生局每年与相关的民间单位合作 透过多元管道 使民众能以病友的角度 理解疾病共处的艰辛 拉近新的距离 友善的支持环境是影响精神疾病复原历程中的关键 社会仍存在对慢性精神疾病患者不友善排斥 甚至是以歧视用语形容 而事实上若给予慢性精神病友更多机会 将可以看见他们优秀的工作能力 让他们更快走出困境 不管是日间病房还是慢性病房 在协助这些病友的时候 会发现这个友善的家庭跟职场的支持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甚至我说是他们复原的关键也不会过 在团体治疗中经常会有病友 就跟我们秉试说 跟治疗师或者是同侪里面就在讲说 哎呀这个社会对他们不友善 甚至有所排斥 比如说就业的时候 如果发现说他们属于精神障碍 就倾向会不度用 会有一种不明说的这种状况 那实际上如果是经过我们 职能复健的一些协助 他们是很能够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出来的 如果你多认识了一些经常的朋友 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他跟你相处上是非常的友善 而且可爱的 所以是不认识不知道就心存恐惧 认识了了解了 你就会展开双手 然后欢迎他们 所以在家庭里面 邻居社区 不要轻易的用这样类似说疯子这样来形容它 那我们现在也把精神分裂症改为思觉失调症 相信这样子的一个更动言语上的调整 会有更好的帮助 那实际上台北市已经设有51家精神照顾的机构 能够协助复健潜能上比较优良的慢性病友 一点一点的朝向它能力上能够发展的这个项目去做 所以我们的社会给每一位病友都有一些些的机会 那这样的话会让他们生活更有活力 那以前在病房里面带团体 我就很明显的发现到 当我们复健到某个程度 他在日间然后也学会了这个 比如说是贩卖洗车 这些稍微比较能够符合他们能力的工作 他甚至能够在医院里面就可以赚到一点点生活的费用 这对他们心理上的这种成就感来讲是非常大的鼓舞 文山职能工作坊是由一群具有复健潜能的精神康复者 共同经营的原地 以职能治疗的全人观点规划许多社区化的职能团体 透过复健训练重建生活功能 与社区融合迈向复原之路 反正我们社区复健中心其实他不是一开始就进来 就是说一开始就要做这些我们的一个复健的活动内容 那会有我们只能治疗师在一个全人的一个理念下 去评估和设立他的一个复健目标 那不是所有的人 所有的我们学员来我们的社区复健中心 都是一定要做工作训练这一块 那有可能是为了他来这边是维持他的生活功能 去适应疾病 那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 其实我们就会利用许多的一个职能团体 好像是独立生活团体 社交技巧团体 科技营养的团体 去协助他去维持和他现在的功能 那如果这样 因为我们的学员来我们的社区复健中心 他有一个未来职业就业的一个方向 那我们就会把它转接到我们的工作训练的团体 像是我们的烘焙啊 我们的一个手工罩啊 或是我们的居家清洁啊等等的团体 那在这些团体里面 我们用阶段性的任务 这样的康复者 去阶段性完成他的任务 那避免说我们一开始给他太多太困难的任务 让他一开始就觉得挫折很大 那没办法继续去参与这边的活动 社区融合的一个团体 那每年我们大概会有十次的课程 那怎么样去协助我们社区民众 了解我们精神复健的学员 或是精神障碍者 那其实我们就会每年办理大概十次的活动 那这十次的活动其实 一开始我们都是办理 就是在我们房内的一个活动 那可能就是由我们的请外聘的老师 专门的老师往来教他 教社区民众和教有兴趣来的民众 怎么样去操作一些有关什么 烘焙手工艺一些趣味性的活动 那在后期其实我们发现我们的学员 也可以适当的参与在里面 那他们当了志工甚至当了老师 那其实后期我们像我们现在办理这样的课程 我们都是以学员为中心 怎么样让学员可以最大的去呈现他的有能感 怎么样让他在社区在民众在自己 都能呈现出一个我可以的一个状态 卫生局表示若您或亲友想了解台北市相关精神附件 心理卫生资讯或活动详情 可拨打心理咨询专线0233937885 将有专人服务 呼吁社会大众能给予精神病患者再多一点接纳 友善倾听及关怀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例行国校校地狭小 学生缺乏室内活动及办户外的活动空间 市政府就提出了活动中心新建计划 满足教学使用需求 市长蒋万安主持开工动土典礼 带领相关人员共同驻岛工程圆满进行 开工顺利 开工动土祈福顺利圆满 台北市长蒋万安带领在地人士校方 一同驻岛文山区力行国校活动中心新建工程平安 作为学校未来校园全方位发展 再上一层楼的空间 我想大家等待这一刻等待了很久 我想黄校长这个感触很深 因为我们毕竟国小一直缺乏室内的运动场馆 所以基本上很多不管是需要同学们集会 包括或者是游泳课等等 往往都必须要到校外租界场地 甚至在操场搭起帮子 所以其实非常的辛苦 甚至可以说非常客难 非常不方便 所以才会积极的规划 希望能够新建一座室内的活动中心 未来游泳池 有幼稚园的教室 还有学生活动的平台向外拓宽等等 其实都对黎琴国小 有非常非常大的需求 能够满足 那当然这过程我们非常感谢 包括校长 包括议会 议员们的支持 当然还有我们师父同仁 大家非常辛苦 因为这个案子 其实为什么会一路走来这么不容易 因为历经很多次的招标 流标 那当中当然碰到很多客观环境 原物料上涨 缺工等各种状况 所以我们也追加了两次预算 那后来真的非常感谢 包括我们今天 韩总裁陈总统治长 主机长大力的协助 终于在去年11月绝标 那也谢谢我们郭建筑师的规划 所以未来我们让力行国小 它本身得天独厚的优势 临近吉美西 猫空 然后附近又有政大世新大学 还有我们仕途的力行分管 所以可以说是 人文会税 人文资源丰富的成域 所以我们未来结合 把整个绿环境的元素 能够融入到校园里面 配合我们活动中心 不管是建材 如何生态 永续 节能 环保 刚刚我们副处长 副处长也有解说 我们很希望未来让孩子 能够有充足室内的活动空间 能够使用 不要让孩子或是老师们 在这么辛苦的四处 逐渐场地 或是搭起棚架 所以可以预期 未来两年半之后 在115年9月 能够完工 启用 那时间很快 我们也要 期许我们所有的施工团队 建造草商 能够如期如时的完成 届时很快 我相信我们又可以 齐聚一堂 来揭幕 来迎来我们活动中心的开幕启用 所以我要再次的 谢谢每一位参与的伙伴 也要特别谢谢议会 因为我们在集资最佳预算 也感谢议会的支持 建议员 王议员 我们在地的很多民意代表 大家共同努力 终于迎来今天 动土的典礼 那再次也谢谢里长们 协助我们地方的沟通跟协调 那未来施工的过程 我相信 势必会多少影响到周边住户 但是我们希望 将相关的影响降到最低 也恳请我们里长们 协助和里民的沟通 我们束缚团队 会来协助 我们都是一个团队 希望照顾到所有的 顺利朋友 那再次的感谢大家 今天的出席 那我们相约 两年半后 115年9月 能够迎来 令人期待的 立新国小活动中心 新的活动中心空间规划配置 包含活动中心 球场 游泳池 活动平台 幼儿园教室 及停车空间 藉由活动空间的多元性 与多样性 提供学生多元学习的环境 满足未来学校使用需求 38年来 我们一直缺乏 室内的机会 跟游泳的场所 所以不管你是游泳课 或下雨天的时候 学校都要到外面 出去的场地 造成教学上的困扰 所以学校极力的 争取本活动中心的新建 来解决这项的问题 那本工程基地是在 沐昕路三段 155项7号 整个基地面积 大概2750平左右 那我们工程团队 是由立新国小 委托我们工务局 新建工程处来代办 那我们施工厂上 是崇尾营造 跟大家企业 联合成那 那我们的工程规模 是第上五层 第下一层的 当政府领土 跟RCS SCC的 SS的建筑物 那整个企业建筑 是7亿6千770万余元 那预计在 3个15号开工 我们预计在 115年的 9月22号可以完工 那整个空间团队 我们开花深度是 5.8公尺 建筑高度高达 27.05公尺 那整个空间 建筑设计的部分 地下室的 是停车场 一楼部分是 办公室底 图书室 二楼是活动平台图书室 三楼是游泳池 四楼是活动中心 五楼是空中跑道 那我们整个设计体验的部分 我们把学生的大平台 跟荷安操场 跟绿色有效的环境 融入一体 达到一个友善的学习空间 那我们设计所谎部分 我们在绿建筑的部分 我们也融入了 所谓的 生态设计 节能设计 探排棒 也建筑设计 整个打造了 第一卷主的 一个智慧目标 那我们指的工程校园 预计完工之后 可以组集到学校的活动 我希望满足学生 室内集会运动 有有的需求 可以增加学生 多元交流的场域 这项工程 在3月中旬开始施工 封期920天 期许未来工程完工后 能实现学校教育愿景 打造北市教育新亮点 并促进社区发展特色 记者汪君台北报道 春天到了 又是百花盛开的季节 全台最大的玫瑰花展 3月起 在台北玫瑰园登场 六大展区 超过800个品种 逾5000多株的玫瑰盛开 一起来感受春天浪漫的气息 那我们一起来为玫瑰园 注入美好能量 2024台北玫瑰展 玫瑰盛市正式开展 在台北市长蒋万安 立法委员王洪威 及市议员秦桧 林真宇等人共同主持下 2024台北玫瑰展 选在3月8号女神节 在新生公园台北玫瑰园 为美开幕 800种超过5000株的 各式玫瑰花 不仅是全台最大的玫瑰花园 蒋万安跟挂宝镇 是全国最漂亮 最美丽的玫瑰花园 不是号称 是确定 全台湾 最大的玫瑰花园 就在台北市 而且 不只是 面积范围最大 我跟大家挂包紧 是全国 最漂亮 最美的玫瑰花园 对不对 所以我敢这样讲 就不怕来比较 只怕你不来 所以欢迎所有市民朋友 或是其他县市的好朋友 来到台北市 都来我们新生公园 欣赏这么漂亮的玫瑰花展 占地1.5公顷的台北玫瑰花展 分为六大展区 包括品种区 花海区 五彩玫瑰园 育种加花园 秘密花园 及园艺植物部展区 其中品种区可以看到 众多的玫瑰品种 花海区则让人宛如身处花海中 这些区域呢 就是会有不同的品种 例如说花海区呢 就是它的玫瑰品种是 比较高的树玫瑰 然后它可以创造一些 就是在民众 在走在那个街道上的时候 它会觉得就是自身在花海 所以我们就会叫做花海区 五彩玫瑰园 则有色彩缤纷的各色玫瑰 尤其罕见的绿玫瑰 更成为许多摄影爱好者 及游客潮胜的对象 直呼好特殊 因为一般的都是 以粉红黄色 红色为主 那绿色的是 它跟叶子有点接近 比较不能凸显 对 那你拍起来感觉就很漂亮吗 算是比较特殊的一个花形 那在冬星它的一生 就培育超过250个月之中 对是非常优秀 在公园处人员的解说下 台北市长蒋万恩开心的欣赏 玉种家花园的玫瑰花 还闻了英国玉种家 大卫奥斯丁培育的 古典玫瑰花香 它会稍微有点风性子的味道 但是又没有风性子那么清新 市长闻起来味道怎么样 味道怎么样 不错还蛮香的 英式花园也是今年 台北玫瑰花展的新亮点 透过雕像 蝉蝉流水 和融入当地景观 让玫瑰花以最自然的方式呈现 我们这次有特别布置 就是英式花园的一个布景 让大家在这个花园里面 可以感受到 就在英式的花园里面 那为什么要用英式的部分呢 因为我们玉种家花园 总共会有三个玉种家 那其中一位就是 那个英国的玉种家 那它整个英式的一个古典玫瑰 在我们的花园里面 现在目前其实也在放得非常漂亮 还有由石造拱门 和爱心喷水池组成的秘密花园 同样吸引许多民众到访 不过代表浪漫与幸福的玫瑰花 不仅在照顾上非常不容易 不同品种的开花期也都不一样 如何在三月展期 让玫瑰花同时盛开 可是有诀窍 在照顾玫瑰的部分呢 我觉得重点就是在秋季 我们会有一个中见 就是在整个玫瑰株呢 我们去去剪 就是修剪的时候呢 我们让它留些芽 在秋季的时候会绽放一次 非常漂亮的玫瑰花 那在冬季的时候呢 再抢剪一次 那冬季抢剪的时候 那个置业量 抢剪下来的那个量 会比较大一点 那也是在促进 现在三月份 让它促进它开花的一个工作 上三二一 谢谢 谢谢大家 恭喜喔 白头鞋老鞋 谢谢 开心的宇多 对在玫瑰園取景拍摄的 新年合影笔给予祝福 台北市长蒋湾也分享多部以玫瑰花为主角的经典艺文作品 不管是凤飞飞的 可爱的玫瑰花 大家都耳熟能详 还有包括小王子这本书 画册里面讲到的玫瑰 也代表着教了它怎么样去爱别人 当然还有电影 美女与野兽 这部卡通大家看过 里面的玫瑰花也代表着我们抛开天剑 那另外还有歌剧 也就是有一出叫歌剧《魅影》非常有名 里面有面具玫瑰 更象征着此生不渝的爱 我想这都是非常多经典作品都用玫瑰呈现 所以我想欢迎所有的好朋友 不管你是要来脱单 要来告白或者已经有另一半 带着太太先生好伴侣一起来这边 心想没有相信都会有更多的浓情蜜蜜 特别3月8号今天是什么节 国际妇女节 也是女王节 也是女神节 所以欢迎大家邀请另一半前来 那同时我们3月14日也是白色情人节 也非常适合来到玫瑰花园区走走逛逛 不时从头上呼啸而过的飞机搭配美丽的玫瑰花 更有一种出国的氛围 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处方面表示 受到今年天气较寒冷的气候影响 玫瑰园预计从3月中旬逐渐进入盛开期 是赏花的最佳时间 除了赏花外 园区还规划了许多精彩活动 包括专为新人制定的美好见证活动 邀请新人到玫瑰园拍摄浪漫婚纱照 就有机会获得限量的玫瑰对杯 对园艺有兴趣的朋友 也可以参加平日下午的导览活动 欢迎国人3月底前到台北玫瑰园 感受春日的幸福与浪漫 记者张琪辰台北报导 再带你来看大道成青年戏曲艺术节 迈入第十届 以十年十意念青春集大成为题 号召戏曲新世代一同集大成 喜爱艺文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 中华王金英传统文化艺术协会演出《温馨喜感》的《爱情甜剧》《乘凤快续》 还有唐美云歌载戏团青年团的《吴胜英雄》以幽默 已经超过七十年了 所以今天坐在无奥 来在教堂学生 我们这个学生 大家都很严重 因为我和小米就是辅助来推广这个传统文化 我们两个是国家的保存者 所以我们有志愿来教这些学生 谢谢大家 多多给我们支持 三十三十一一定要来看 《生风快载》 真好看哦 真笑话哦 这位青年团的主见 明王众团派出我们的执行长 那个丹教宴 所以我们做两出题 头出这期 时间是三月十六十七 吉典风魂渡情 第二个礼拜 我们出的艺文就做 救命 所以这两出题 给我们本土传统疫情的 元素加上 现代气贱的舞台设备 要完全呈现 我们担当地 我们的期待就是说 有真亲的来行观众来看他 更期待少年的观众来看他 我们感觉很少年 我们这个戏里面的故事 大家就是说 《生风》 《生风》都有什么 蝙蝠侠啊 很多雷神索尔这些英雄嘛 那希望在东方的这些 这个英雄的这个部分啊 也有一个不平凡 但是他是一个平凡人 他的内心呢 他一直是要救他的梦 救他的家里 在有法度那些累心嘛 产生了那种 英雄的气概跟英雄的梦 为了保护他的家人 那这个部分呢 在团圆跟我的部分 我们共同一起演出 然后在4月13号 14号 一定要邀请所有观众朋友们 走进大中间 10年11年 青春一大中间 倒数3 2 1 第十届青年戏曲艺术节记者会 还特别开放锁票参加 号召市民共襄盛举 主办单位希望让更多人 参与青一节 感受戏曲的美好 一起为台湾戏曲传承而努力 我们在10年以前 就想说 我们台湾本土的戏曲 《寡计》和《寡计》 应该不可以让它 渐渐不见了 所以我们就自己开发一个 传统戏曲青年艺术节 希望把它当一个平台 让对传统戏曲 《寡计》和《寡计》 有兴趣的年轻一代 在我们连长和资深的好的演员 他们能够传承 所以基于传承 这样的一个概念 希望把我们台湾本土的戏曲 有老一倍 传入了一倍 希望台湾副的寡计 保抵业丁丁 能够这样 应该把它团队 所以今年 因为刚才提供的 第十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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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希望今年 把整个演出的规模 还有整个规划的想法 我希望有一个改变 有一个转型 我们希望是一个改变的开始 一个转型的开始 那由明华元 由唐美音老师 由王晶英老师 还有小米老师 来给我们带领这个改变跟转型的开始 非常感谢他 除了四党剧场新智首演 四月五号六号 在大刀城码头五号水门广场 还有两档掌中戏户外新作 精彩可奇 精彩电视幕剧场就是把 封神版的最前段的构数 罗扎 老档案 它形容改变 改变是这个 李罗扎跟他父亲李靖的关心 父子琴 所以我们精彩是最拿手的 就是3D动画 所以我们这次在户外演出挑战 用3D的浮空荧幕 浮空投影 前后头来呈现 这是东海的场景 那一些 它联维画心 一般联维画就是有一些 布幕 但是我们是用投影的方式 用心这个 罗扎联维画心 本剧团 吴祖圣一阁长 中剧团 我们这一次改编 是我们希腊神话 梅杜沙的故事 我们采用就是 布袋戏的减减戏 布袋戏减戏就是 好小星好小大 好三火 三小火 我们又改编了 提升了仙侠戏 神戒 人戒 妖戒 以后的我们减减戏 都是采用的 就是美好的 ENDING的演出 都是好的结局 可是我们这次采用 就是我们 美杜塞的故事 比较来演出 我们也要求 当代的 孙国宽导演 以及我们的 陈吴隆老师 都精心制作音乐 清一节 除了培养年轻戏曲艺术家 更重要的是 吸引更多观众 走进剧院 培育出新的种子 让传统戏曲新生命 萌芽茁壮 记者领席会 台北报道 设限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责的新闻 这些制造 输入或销售 侵权机上合的 业者都会遭到 最重可除 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 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 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 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 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 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 机上合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合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 使用侵权机上合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 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再继续来看 舞台灯光一下 观光事业科学生 以流畅的身姿步伐 搭配音乐节奏 完成花式调酒 盡情挥洒青春洋溢 传统调酒队也充满自信 跳着令人狼狼伤口的歌曲 让台下观众看见调酒队的精湛演出 因为我们前阵 就是之前有去回顾影片 就发现我们本来 因为传统调酒 是比较内向的人去演示的 但后面我们想说 因为要抓住大家的眼睛 然后而且就是大家就是 比较喜欢那种活泼的气氛 那种 然后我们想说要跳跃 跳跃自己的那个局限 然后把局限扩大 然后就是一直练习 然后反复看影片 然后同时增加自己的自信信心 然后你就会合作中的时候 你就会非常的就是雀跃 然后很开放的就是大声的 就是把它演示出来这样子 另外观光事业课的棒球队 延续第十届黑豹棋高中棒球大赛 全国第七名的佳击 球队的野球魂与热情炙烈依旧 透过持续训练与积极参与各项赛事中 看出队伍的好气氛与潜力 我觉得在大江桑池学的很多 就是不管是球技 因为家人我觉得他们都非常的会教 而且他们跟球员们都没有 就是没有隔阂 家人们跟选手们他们都非常的亲切 就是非常的幽默 有时候在练球的时候都会开玩笑 练球的时候我觉得就是 比较没有什么学长跟学弟之分 大家都比较像一个家庭 就是一个哥哥跟弟弟的那种角色 我觉得这样是一个很好的氛围 今天第一个先说棒球的话 我觉得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好 就是家人们教的东西 都是跟棒球非常专业 对那如果你就是在这间学校 你不想除了打棒球以外的话 他还有提供我们就是饭店 饭店实习 对那边的工作内容 虽然非常的辛苦 但是那边都非常的专业 对那些学生们也可以学习一些第二转场 高三W饭店特色班 乘着当红的潮流文化介绍寒风元素 毕业及就业的班特点 持续吸引学子就读培养技能 我们这三年在饭店就是可以学到 就是跟产学合作嘛 所以我们也比较早步入跟工作有关系 一些环境 我们也从中学到很多不同的新东西 怎么去接待一些客人 那我觉得这一点呢 比起在学校里面死板的去看那些书 什么的都还要更实际一点 因为直接接触到客人 也比较有不同的感觉 毕业是级就业的那种概念 我们可以直接进入饭店里面 跟业界一起合作 我们参加了有数百名选手的 国际的打赛 就是金尊杯跟金绝杯 我们金尊杯里面 我们在调酒上面 我们荣获了全国冠军 拿到了第一名 那也在他的手冲咖啡 这个也很不容易得到的 我们也拿到了全国冠军 全国第一名 在数百位选手当中 我们有这样荣誉的表现 让我们实在非常的高兴 这一届在老师们的热心 爱心 耐心 关心的指导下 有这么样丰富的成绩 这么样丰富的成果 让我们真的是非常的高兴 也为他们感到 骄傲跟光荣 我们的观光事业科 我们里面有两个大的主轴 一个就是台北W大饭店 我们专材食物的特色专班 在这个里面 我们跟台北W大饭店 都是已经是搭配的非常的好 它是我们重要的产学合作单位 我们的学生毕业以后 就直接成为台北W大饭店正式的员工 所以今天我们与会的都是有他们副理都来做一个参加 能够给我们同学也就是一个选材 能够直接进去担任正式的员工 我们的棒球校队也是有拿到非常好的成绩 我们的观光事业科里面 我们就是有棒球校队跟调酒校队 那棒球校队在我们2022年 我们拿到了全国的前八抢 也就是全国的第七名 在黑豹棋中信碑里面 有这么样优异的好成绩 而且获得非常多的奖项 我们也为他们觉得非常骄傲跟光荣 那当然都有选材哦 那都被各个像文化大学 就是全国的冠军队也来 就是有公费的直接进去选材 希望他们也以后为我们国家能够增光 今天是我们到江山紫光事业科 2024年就是一年一度的 这一个毕业成果发表会 那当然就是学生把三年所学 一一的都发挥出来 对发挥的零零尽致 那最后我们就会呈现我们三年来 就是在观光科 我们W特色班 他们三年来的成长影片 来做一个完美的结束 成果发表谱写精彩动人的高中年华 校长同时也对观光科学自三年来 倾注心思与汗水的自我培育 以及老师的传道授业给予肯定 高分评价这次的展现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台北市卫生局113年持续提升整体性衰减 提供便利七大项一阵式的健康检查服务 更扩大提供45岁到49岁的民众大肠癌筛检服务 另外完成一项指定的健检或异常复检 就可以兑换悠悠卡加纸金100元 呼吁民众踊跃 现代人外食比例越来越高 且饮食习惯偏向高脂肪低纤维及多红肉 加上缺乏运动进而导致大肠癌发生 根据国舰署资料显示 大肠癌筛检发现的病变有94.2% 是处于癌前病变及0-2期癌症 育后极佳 而非筛检发现癌症 僅43.1% 处于早期 因为我们大肠癌其实它在我们在肠壁上长东西的时候呢 其实就像我们这个手指头一样 我们肠壁上的这一些肿瘤所谓的大肠癌 它一开始它是一个息肉的一个状态 那息肉它其实是在肠壁最浅的一层 我们在外观上是看不出来的 最好的方法呢 就是做这个分辨的筛检 筛检呢 帮助我们找出最有可能得到大肠癌的病 筛检是阳性的病人 每20个人就有一个 就是5%的机会是有大肠癌 那30%以上的人呢 会有这个洗肉的可能 所以筛检 然后呢 接着这个筛检有异常的病人 然后透过这个大肠镜的一个检查 然后移除了这个 有可能以后会向下发展 然后会转移 会造成进阶癌症的这种可能 所以这个可以仿制后面这个大肠癌的一个发生 那我想这个东西已经推行了非常非常多年 那不管在全国在台北市 其实效果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卫生局表示 113年台北市举办143场整合性筛检活动 韩瓜所有行政区且平均每周就有两场次 民众只要攜带健保卡和身份证就可以参加 那台北市这个癌症筛检 达到54万余人次 那成人检检也有17万余人 那已经回复到了108年的这个疫情前的一个水准 那为了持续照顾我们市民的健康 还有提供便利的这个检查的服务 那台北市呢整合性的这个筛检活动已经举办了21年了 那今年的话会办理143场 那较去年的话增加13场 那是历年场次最多的 那平均每个礼拜呢 会有两场的这个筛检的活动 那活动呢提供七大项的一站式的健康检查 包括子宫颈癌还有乳癌 大肠癌口腔癌肺癌等五项的癌症的筛检 还有成人健康检查及BC型肝炎的筛检 那此外呢分析这个国民健康署的癌症的资料 台北市50岁以上的这个大肠癌的发生率呢 因为配合了这个工费的筛检的推动 有逐年的这个渐缓 但是呢没有被工费筛检涵盖的这个45到49岁这个族群呢 却有增加的情形 因此呢台北市在今年我们整合性筛检呢 扩大45到49岁这个族群 只要是符合这个成人健康资格者 就可以加做大肠癌的筛检 卫生局提醒健康同时还可以参加台北通健康集点活动 符合活动资格者每完成一项指定健康或异常负检 即可兑换悠悠悠卡加值金100元 总奖励高达490万元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导 迎接龙年生育小高峰 台北市113年起加码优化生育补助 扩大婚后孕前健康检查补助对象 接受婚前受检 及新增抗目乐视管荷尔蒙检查 即发送暖心待产包 让产妇可以安心待产 享生龙宝宝的父母注意咯 台北市113年起加码优化生育补助 包括婚后孕前健康检查 开放可婚前受检 及新增抗目乐视管荷尔蒙检查 另外增加孕妇子嫌前症 筛检补助 及发送暖心待产包 让准妈妈安心备孕 安心待产 只要是一方涉及台北市 至特业医劳业 如果接受婚后孕前的健康检查 都可以享有补助 那生理男性的话有五项的检查 那补助655元 那生理女性的话有八项的检查项目 那另外我们的女性呢 在今年可以加选抗目乐视管荷尔蒙检查 那这是定额补助500元 那所以我们女性总共会有9项的补助 那总共是2,095元 那另外呢台北市呢 在今年会扩大婚后孕前的健康检查的这个补助对象 那主要是未婚者 他在婚前接受检查 他在检查日的这个一年内结婚的话 婚后都可以检据相关的证明文件 来向卫生局申请补助费用 那另外呢台北市从99年就提供涉及且怀孕第9到20周的这个孕妇 初期的唐室证筛检 那这个两项的血腥的检验跟参与部的检测是2,200元 联合医院仁爱院区副院长詹景全表示 透过婚后孕前健康检查可了解是否存在可能影响怀孕之相关疾病 初步评估是否有导致不孕的因素 协助新婚家庭尽早规划生育 这一次台北市政府的补助 在这个婚后孕前的部分多了这个AMH的检测 那确实现在我们很多的民众来看所谓的不应证门诊的时候 他们都想要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检测的部分 那我跟大家分享最近就是有一对大概32岁的这个台商夫妻 那他们就听到说台北市政府有这个辅助 然后也想做不应证的检查 所以他们就回到国内来做这样的检查 结果一检查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意外发现的是 这一对夫妻的VDRL也就是梅毒反应都成为阳性的部分 但是他们本身都没有什么症状 那我们也很很就是说 赶快把这一对夫妻招回来做一些检测 那后来才知道说原来先生在大陆金山的时候 有接受一些不正当的一些招待的部分 那我想事实上这个婚后病检健康检查的部分 对于这一块是蛮重要的 那我就赶快请他们接受治疗的流程这样子 那第二个是有关于说这个我们在孕产期的这个增加 今年增加的所谓的子前前症的这个检测的部分 那确实在国内外的文献报导里面都提到孕产期 妈妈的这个并发症的部分 最常见的就是所谓的妊娠高血压 那子前前症这一块 所以如果能够早期的做这样子的检测 我们就可以给予预防性的给药 那既然是预防性的给药 当然就可以让胎儿的这个发育更加的健全 更加的不会因为有子前前症来造成说 胎儿过小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是妈妈的病发症 跟后症也会减少 只要一方涉及台北市 至特约医疗机构受检皆可接受补助 卫生局提醒民众把握20到35岁理想生育年龄 接受婚后孕前健康检查 做好孕前准备 欢喜迎接新生命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清 去查获778台非法机上和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责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 业者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佣职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基督市议会议长童子伟和市议员陈怡及林敏轩 一起到东信国校 带领学生在校园内种下茄冬树及杜鹃花绿美花校园 议长童子伟也希望可以种下希望收获健康 3月12号植树节当天 激动市议会议长童子伟和市议员陈怡以及林敏轩 一起到东信国小在校长曾树华陪同下 带领学生们在校园里面种下三棵茄冬树 以及十二株的杜鹃花绿美花校园 议长童子伟也希望可以种下希望收获健康 非常谢谢陈怡议员的安排 邀请我跟民讯议员一起来东信国小来植树 那今天刚好是植树节 那我们都知道陈怡议员的爸爸陈老师 在这边退休 长期在这个维持我们这个东信国小的环境 然后也推动这个网球运动不以余力 也推动了我们中正公园的这个公园的改造 我们也可以跟小朋友一起来种树 让小朋友来了解整个我们的自然环境 那我们也许下了一个心愿 就是种下希望收获健康 希望大家都可以认识自己的基隆 然后让我们这个学校的环境可以变得更好 市议员陈怡表示回到自己的母校 跟小学弟小学妹们一起种树种花 从小扎根爱地球 要环保饮水思源 在我们的环境呢 是非常非常的每年就一直在恶化 那要靠一些生态 来维持我们的环境 所以今天才找议长 还有敏萱议员来到我的母校 种下这些树 希望学校的小朋友 小学弟小学妹们 能看到我们这样的举动呢 以后也知道要爱地球 要环保 然后也要饮水思源 市议员林敏萱也希望大家可以同在一起 竹梦基隆保护环境 那我们同时呢就是种下希望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收获健康 那我们一起同在一起 然后竹梦基隆 过程中东信国小老师 也向学生们讲解植物的品种和特性 学生们也学习到如何挖土 种树种花 附土及浇水等各种程序 值得一提的是 这些树苗和花苗都是由曾经在 东信国小任职30年 目前是基隆市海天环境美化志工队 人称陈老师 也是市议员陈怡的爸爸 所培养提供绿美化校园 宗泉基隆 宗获坠 竹梦基隆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再等你来看 基隆市政府推动城市绿化 每年312 提供市民免费领取苗木 这一项绿化政策推出后 获得市民热烈响应 七堵苗圃光是一天 就涌入了千人 来到七堵苗圃 民众大包小包 手里拿着好几株的苗木 满载而归 三一花还有澳洲茶树跟茶花 三一花还蛮漂亮的 尤其到季节到的时候 看真的非常棒 非常棒 312植树节 基隆市政府开放民众 领取苗木 只要三张发票 就能兑换一株苗木 总计有25种苗木 可以选择 我其实是今年开始送 可是我一直之前就有看到 还领树都没有机会过来 人太多了 这是一个可以那个 好野心情的那个 基隆比较夯的大概就是桂花 然后茶花 然后再来就是 后叶石斑木 其实它的花 蛮小小的白色的 可是也蛮好 而且后叶石斑木 老实讲它蛮适合基隆的气候 那它也可以 它不会太高 如果说你场地不是很大的话 其实后叶石斑木 我觉得也不错 这么好康的事情 大家争相走告 来领苗木的民众大排长龙 捐出发票 确定完数量之后 就可以挑选苗木 免费的苗木 有三樱花 桂花 茶花 任君挑选 不必花钱 又可以绿化环境 民众都很开心 我们每年都会来拿 而且我们存活率还蛮高的 对 你家就种很多就对 对 我家阳台都已经 现在已经几乎快满了 每年都来 没有奶都会来拿 基隆因为气候潮湿 苗木培育相当不容易 以最抢手的三樱花来说 七堵苗圃人员 特别细心照顾 日前购置了两万五千株的苗木 希望未来长大之后 能够再发给民众 在培育的时候 小猪的时候 他很容易得那个红蜘蛛 或者是白粉病 所以小群还没还没长高的时候 在培育是比较难照顾 所以我们都一定要等到高度至少五六十公分 再给民众 但是每年就是因为那个供不应求 所以还已经到五十五十公分 大家就会尽量索取 所以我们都是小猪尽量去要用心去顾这样子 金融市政府这几年大力推动城市绿化 除了市政府广泛种树 也鼓励民众多种一点绿色植物 凭这个三张发票可以换一树树苗 然后每一个人最多可以换三树的树苗 那我们今年也购买了大概两万树的小树苗 然后等到它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也欢迎各个社区 或者是各个林立友来认领 然后希望可以让我们的市龙更加美丽 由于苗木很抢手 一天之内就吸引一千位民众前来兑换领取 而原本五千树的苗木剩下两千树 将持续接受公务机关 学校和社区的申请 大家一起来种树 美化城市 爱护地球 记者 黄绍鸣 基隆报导 农历二月初三是文昌帝君的圣寿日 基隆慈云寺每年都会替典 等的考生准备智慧高及文昌笔 希望在学名的加持下 让考生顺利考上 文昌帝君圣诞 祭品摆上桌 各个都有吉祥象象征 就一般的菜头 农蒜 青菜 苹果是今年有用的 文昌帝君圣诞 既用池云市挤满信徒 家长比孩子还紧张 带着孩子来求文昌君庇佑 不只带来准考证拜拜 贡品更是要挑队 一大早很多信众 因为今天不是假日 都是家长来拜 一大早很多人 贡品 葱 菜头 粽子 实际上是吉祥的贡品 葱就是表示葱饼 菜头就是菠菜草 芹菜就是勤劳一点 葱 芹菜 萝卜 各代表不同意义 慈云市文昌店 上头有文昌登 考取公民的考生 都会准备受逃来还愿 葡教老师 我看他都 都有拿贡品来打谢 都有做那种受逃 做一对面线 他们都要来打谢 所以我们的文昌地区 是非常忍愿的 庙方贴心准备状元高和文昌比 必要考生 应考顺利 我们实际室 地区很敏感 我三个孩子 我一直都在这边唱他 考试都很好 科学都不够就对了 要用工一点 不是说工一点就可以很聪明 就是要勤劳一点 就考上很好的学校 像我们那个有点文昌登的 才有资格来申请我们掌学金 他的分数都很高 我们下个五月次都要去办掌学金 智云市文昌军相当灵验 有神明加持 想要金榜提名 还是要靠自己真心用功 记者 黄绍铭记用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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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喜欢投赏 想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 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1.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2.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3.甘用电热水器 娜获奖 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